哈喽,我今天来到了这个杠州 然后杠州的市区有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建筑 就是这个福寿沟 然后现在开始进入福寿沟的这个博物馆 去了解从一千多年来都没有发生过水灾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个人 然后建造了这个 把这个排水系统建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从广治市区 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了解杠州 然后这一整个一个 一整个一个城市的一个规划在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一个 杠州是由这个张江和贡江所建 所构成的 所以它叫做它和两个字就成为杠州 然后在这个南岭啊 五一山罗小山这三大山脉之间 然后它的排水系统也是 导致它成为一个非常一个迫切的一个环节 然后包括高原筑城啊 这个讲的是东晋时期这个高原把整个杠州的一个城城建好 这个是杠州的一个城城 这个杠州城城呢 那就是这边是这个用这个漫画的这种情绪 来是把这个 这种监制的事实来办 把整个杠州的一个城市 然后再加到这边 还有这边 到了明清时期了 年明时期还是继续 每一个潮泰都在继续地修这个城墙 这些装都觉得很大 非常的难 好 这个是福射宫的一个单菜的一个建筑 然后这些要拉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不同时期的这个 它的一个修的一个地下的一个排水道 然后每一个就是不一样 然后它的这个下水道的一个修路的过程 对 然后罗家巷的这些 这些都是 都是穿对这个罗家巷的这些 好 OK 那这块就是我们整个呢 这个福寿沟的一个博物馆 好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福寿智慧区来去参观 它的一个智南的一个展示区 好 现在穿那个 这个 这个 我来 我来跟这个福寿一起拍照 就是模仿当年的一个 当年的一个 这个建筑中德 当年的一个排水道 这个福寿沟的沟体 就是整个都非常的有一个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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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细 然后这细的话呢 就建造那个城墙的一个水床 然后把这个水水要怎么收集去 这个细 好 然后把水床研究 然后把水床 研究 利用这种水床的智慧 然后排水把水的一个力量给整体的去做 所以干着这个福寿沟的排水器的 它总纳归纳起来 它就是这八个字叫做防导序高肩固滑肩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是防护 第二个是疏导把水疏通然后防护 第三个是细致 然后第四个就是高处建筑 然后肩部长墙 然后及时维护 还有网络是防护的防护 还有千年之一 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福寿沟的 这个千年布拉的这个情况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今年 特别是今年的这个洪水的一个 一个一个泛滥的时期 然后非常值得去借鉴 然后在这个城市 在千年以来就已经打造成为 这个非常完善的系统 所以真的是值得去来参观一下这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